这挺好的 来马路款鞋 进点直接秒掉皮克兰 可以啊 皮克兰这个近战 不是 赛西打得好凶啊 他打海岛图也是这么打的 对 我们说他其实这个CG 是一个狠敢在全面打架的队伍 而且初期打架 我们以前说过 如果你对自己 全部拉过来 要打 要接 小童这个进房子的位置 有点太大意了 其实在这里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 CG应该还是先试探 把人点清楚以后 但是这里波波 波波 755打了一个背身 完全不知道背身的危险 这个755的AK压的是真的好 看他压K感觉像压M4一样 是啊 这个感觉很轻松 这就是 所以他 一直拿AK这把枪嘛 是的 对吧 他比较擅长 AK这个压力 对 他是悟空 这又不一样了 New Happy给悟空压力 射打下来 能复的 小虎一倒 我聊 第一时间是不可能逛 因为New Happy是有了一个长跳防 是的 对然这个位置 也谈不上有多好 但是至少就是说 有一个相对来说 能延伸的空间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在现在 对吧 RBS同时都要进圈 直接下车 你要干 听说你要追着我地图打 是的 好 因为这边是 对他高点也有人 他完全打不了 快了 天天 套联局 十九马上就出来 CTG这一手干得太凶了 你看越越有倒地 对 现在只有天天 这对CTG来讲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因为他现在掉了以后 他的直接竞争对手飘柔 这场比赛是有机会拿高分的 分肯定拿得比他高 对 只差一分 那飘柔只要拿一个淘汰 不就追上来了吗 对 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哦 这里旁边的天鹿出手 直接补掉了十九 要打下的话就在这里打了 因为确实是要抗压力 这个位置 这里其实让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徐 我们看一下谁能够 幸运地接到这个盘 谁能笑到最后 因为这个防徐的话 我们也看过他往这里刷的情况 对吧 对 刚才盒子再填一填 妞皮却接到了 刚才悟空让掉的大场 SMS过来拿这个防徐以后 把悟空的人给打掉 对 悟空又回去了 对的 悟空就是一步一步被 打他南边的位置 是没有什么信息吃到的 对 他要找就会看打头顶 CTG天天打两个 毒狼秀起来了 刷掉了CCG 对不起 刚才我们说跟他没有 什么关系 关系还是很大的 不准开门 在位置掉了 SCT冲得挺凶的 他想走 想走 但真的要放你走吗 75也被打掉 那肯定要得追着扫 这一过来 DDT还是想争取一些 排名分数 是的 就他那个位置就要走 早走 你现在走的话 你刚才被留了两个人 很极限啊 是的很极限的 他又进圈了 甜甜 如果说多来几个右下角切掉 说不定他能混到决赛圈 想有点抽 急火打了一波 Forgan被打掉 又抽一个 还能抽 刷了一波平 这一波 NHP想要去继承这个顺位 还在排悟空的坑 这炸得有点远了 炸到了 而且NHP 这两枪 我走位马美丽 太美丽了吧 潇洒 没事有雷有雷 兄弟们已经 FORM已经做好准备了呀 嗯 这一波 很难讲 很难讲 因为这个FORM虽然做好了准备 但FORM的马路对面这个DT啊 可能也会做好准备 也从位置上来讲呢 NHP现在这个圈边的处理的优先级 非常的重要 嗯 不位置 对 火梁 哦呦 一口手的阿童木 淘汰掉了SMS 并且扶起来三个人 那其实这样给NHP压力也大起来 是的 甜露也在萌萌拿分 直接往前冲 是的 一口手的三个人 什么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谁刚刚说直早的问题 他为什么 这踩了地雷啊 他直接在烟雾里 在烟雾里面 然后一个地砲里 炸了NHP三个 进点全倒 柏梁第一时间都没拉出来补分 真的 幻神根本过不来 在这个点位 哈 刚才柏梁和妈咪的妖妖的身姿 这个时候天鹿来了 天鹿找到机会穿了一波奖 幻神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幻神这个位置已经进不了圈 他被卡死 哇 天鹿保证自己满边 刚刚在炸掉了SMS以后 FM麻了 赶紧拉回去 好了 幻神直接看 有点绝望 被一个薄梁 有点噩梦啊 这个受雷 真的 我没有想到 两所给我带来这样精彩的演出 现在的压力来到FM这里 因为DT来了一个人 但是原点是把耀眼给打掉 对天天天天天天 后面是一个独狼的单挑 现在头顶上 其实FM最大压力还是来自天鹿的 是的 它是在一个地点 天鹿往前打DT 目前好像也给不到机会 然后就给不到压力DT 对燃烧弹 还有很多弹雷已经不太多了 这边天鹿是撞击了石齐的防区 石齐先倒地一个七七 是的 小五弟弟也被泡泡给放倒 是的 长条房 这波是天鹿一个幻家过点 没有打过 Lost guy 石齐一个个来 再打倒一个 房子里面只剩一个 先捕人头 石齐也只剩两个人 是的 主要是现在看一下 Tara听到这里的动静了 是的 两个人要小心 开门关门一起进 被守住了 泡泡又是超级泡泡 今天的毒狼发挥关键是超级泡泡 他打掉以后 七七和灵树都能服 今天还 是的 HQ开车过来吗 HQ开车过来 这要抢 要抢这个点 一口手雷 炸飞 天鹿那边还在 这对于天鹿和天鹿来讲 这里拿下啊 带走了 手雷带走 那天鹿的分数还有机会 天鹿现在很边缘 靠烟雷已经看到了 哎呦 彩斯 被反打一个 不过没关系 你补枪很快 拿下 赶紧扛过来扶一下 是的 天鹿还有毒狼 天鹿 天鹿被发现了 混在优弹里面 这个肉得让他往后排排射 这波过点 Pero很危险 倒一个 崔奇要架强 架倒一个 一排集火 是的 四个火枪手 联鞠之王 抽抽抽 先把这个车先翻 漂柔没车了 有一辆 张东升倒了 还被补了 是的 天鹿没位置 主要天鹿这个位置太尴尬了 站不起身 他刚刚只能选择一波集火 集火的同时 侧身的FM就找到机会 要都没了 这状态起来了呀 出局一顿集火 就是这个脉读 马鱼龙 没问题 目前10个淘汰 是的 漂柔这把也是冲到了第8名 关键CTG的毒狼还在 还在 很难去拿一起可以分数了 小博倒了 FM的枪线 人头是被HQ拿到 是的 这一旦倒进 就看到四面八方枪线 疯狂集火 是的 FM这把要抓住机会 是的 他已经来到了250分 这把如果吃鸡的话 FM是 看一下场上还有几个人头 123 4 马哥不出来的话 马哥不出来也够 走不出来 对吧 好 马哥的分数是被YYY拿下 嗯 好 田田这里是终于解决了 看 打4打3 4打3 其实现在这个站位来看的话 看FM手里的投注 报纸 我先打一个祭祀 直接被112给放倒 对 这样的话火力应该是有优势 有雷炸一下 打1 路已经拿到位置了 这等一下队友 踩石头先打一波 过点没问题 4打1 锁定位置 ZYY 不着急啊 把Y2打起来 打一枪头 Y2倒了 小海直接拉侧身上 然而他烧到 把他从石头边上逼开了 ZYY继续打药 对方扶不了人 闪光弹打在脸上 应该问题不大 继续打一个闪 找到控马哥那一分 都是他拿下的 那这样的话 我会有什么权的 需要带来的 这些帽子